看到純機械S2000覺得很心動 其實在當年有點類似的一些 讓大家熱血振奮 甚至很有熱趣的車還是有的 隨時呼喚心裡頭就好幾個答案 像是喜美 Eddie哥人生的第一台車對不對 對 我們講一下 在當時這個S2000其實還屬於高價車種 國民車還是要以喜美為主 那我人生第一財車 剛好就是一個世代喜美SI 這個SI其實是美規 而且它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謂日本的雙突輪軸的VTEC 它是單獨輪軸而且沒有VTEC 但是光這樣子的組合 其實我開起來 我那時候覺得這個車很神奇 因為第一扁 車身離地面很低 所以你開的時候 我們有改一點避震器 其實在山道的極限 彎道的極限就很高 如果以同時期 大概80末90初 這麼做操控的車子 其實不太多 喜美幾乎等於是操控的代表 因為至於Toyota 至於Nissan HONDA在那時候的表現是非常的 因為跟F1的時間很接近 所以都有一些F1的基因 跟邏輯 甚至讓這個車在彎道上開起來 就是轉向的反應非常好 所以也是大家很喜歡的 那當然這一型 因為也是 也延續上一代 因為上一代 三代洗美的時候 開始進入賽車市場 不過它還是騙比較久 因為它是80年初 空力的阻力比較大 但是我們都看到賽車塗裝 那四代是正式開始的一個階段 而且四代洗美 大概也開始了台灣 這個所謂的賽車市場的一個開始 所以台灣很多車 因為那時候有國產 有國產洗美 所以大家就大量的把國產洗美 裝上日本來的引擎 大陣 這樣子組成 就變成是賽車場上很好的標準配備 那以這樣子的基礎來跑 比賽也 第一比較經濟 第二個其實真的是展現技術 跟高準速度的控制力 還有就是因為源源不絕的引擎 跟源源不絕的車體 是車手們就是在比賽的時候 比較容易負擔的 因為它後續都有方便的東西 大宗的改裝套件 對 那個時候就引起了一陣90年代的 這個所謂的國產賽車的改裝風潮 對 那時候對台灣而言也是奠定了台灣的改裝的基礎 後來有很多的改裝 改裝件就是這樣因應而來 在那個年代 尼克那時候你還小我相信 你現在剛滿四十歲 那時候年紀還小 那年代還是有很多 讓人回味無窮的車對不對 對 因為除了這種超跑級的之外 事實上日本車廠在80年代末 跟90年代初 那時候有出一些方卡 那像Toyota有出一個叫做 MR2的車型 現在沒有看到 那時候MR2的車型 在一九八四年那時候 第一代AWE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很驚豔 第一個 先登 先登 然後再來就是中置引擎 再加上Tbar那一種 就是可以開 開定的 那主要就是因為 它的車身規格尺寸並不大 但是它卻是中置引擎 就是在駕馭上面 有得到很多的回饋 然後到第二代車型 就是現在這個螢幕上看到這個是 SW20 SW20的時候就開始就是 因為新世代車型 而且也可以看到 從80年代轉換到90年代的外型線條 它變得更流線更圓滑 但它還是維持最後的這個隱藏式頭燈 然後一樣Tbar Tbar這種 這種設計在美國市場 事實上是相當的流行 但是它還是維持中置引擎 小台車的中置引擎那時候 沒什麼選項 所以說在 那時候還有很多人都是會去選MX-5 Mazda MX-5 所以在那個時候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它有定位不同 所以說造就它就是跟這個 在那個時候的這種小跑車 我們這樣講好 小跑車就變成說是一個 一個很經典的一個 一個 一個產品在那邊 而且它還有選 還有選項 自然進去一百六十匹 然後你一百六十匹不夠 你是那個動力狂 你還有渦輪可以選 二點渦輪 兩百多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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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其實兩百多匹 在當年來講也接近三百匹超跑的 當年三百匹算超跑 所以MX-5在當年 大家是相對親民的 然後就可以享受到跑車駕馭感覺 那Mazda MX-5 後來也有Eclipse 這部車是非常特別 因為它是什麼呢 這是當年這個日一美制的 這種代表座的跑車 那它實際上是由克萊斯爾 跟Mitsubishi在美國建廠 一起做出來一個 應該說是四座的跑車 那它的跑車好看的 就是因為它是非常流線 就像現在像3000GT一樣 它們都是那種圓滑造型 而且當年其實它還有 四輪傳動的版本 那以這個台灣來講 我們買不到EVO 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可以買Eclipse Turbo 然後它有前驅車 如果你不夠錢 如果你很想拼 有四輪傳動 再加渦輪 但是它跟3000GT比起來 它尺寸小很多 然後就其實很好開 而且當年筒哥回台灣的時候 我去看第一部水貨是叫做EGO 又是另外一個型號 那它很好笑 那時候它就是前驅Turbo 然後呢 我直接跟它喊價 我跟它說一百萬我就買 對 當年喔 當年就是這樣買車 一百萬 一百萬 結果好在它不賣我 你知道嗎 後來這個帽 那因為它是第一台 所以它很輕 它一百萬還不賣我沒有 後來所有的貿易商全部進口 一台六十八萬就買 還好你沒買 對 而且是 二輪四驅Turbo 怎麼買得比 你知道喜美一台要五十八萬 那是愛 那你可以買一台 四千兩千 就是四 這個渦輪移 兩百多匹馬力的車 所以那個 那當年就是買 三片野的一份 那些渦輪車都是買這個 真的 對 就是 好你加在你現身之外 沒錯 沒錯 但是而且我發現 它超多一台 其實我們是百萬喜美後來花的 真的喔 因為改變 對 嗨 各位 跨車小營家們 看完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 市價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威威跨街大贏家吧